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带兵征战 军事死伤 我带兵征战 军事死伤 上者常常因救治不及而死亡 上者常因救治不及而死亡 我自药师 是为了求药师佛救治那些死伤的军事 是为了求药师佛救治那些死伤的军事 陛下认我做幼仆业也是这个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幼仆业难做呀 你有异技之长 不怕遭人排挤 有时候身不由己呀 你又不去跟他们争权夺利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你帮了这个就会得罪了那个 如果你谁也不帮 就会让人觉得你自成一派 遭到更多人的记恨 左右为难怎么都不是 你是个聪明人 凡事留心一些 不会有事的 礼敬听旨 上旨 大唐皇帝令 任礼敬 为幼仆业 贞观四年 八月二十二日 谢陛下 谢陛下 谢祖父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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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朕每次坐到这儿看你们 特别是开朝廷大会的时候 总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朕现在明白了 是你们的衣服 衣服颜色太杂 不好分辨 没有气象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既然官职有品有味 不妨 比如 三品以上穿紫色 四品穿珠色 五品穿浅红 六品穿绿色 七品穿浅绿 八品穿青色 九品浅青 好 好 好啊 这样 礼部你照 什么品位 穿什么颜色 一定要气象 以前的朝代 也有分辐色 但是我们分得更细一些 可是为什么三品以上要穿紫色呢 那是按照染料制作难易来分的 那是按照染料制作难易来分的 紫色染料最难做了 民间都知道的 三品以上服要用紫色 大家一看 就知道它的官位最高 黄金比白银贵重 一看就明白了 好 就这样定了 不过 我觉得朝中有一件大事 一直没有做好 大事 什么大事 册封太子之后啊 一只还没有太子少师 这是件大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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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这件事 朕疏忽了 谁做太子少师呢 有一个人 就是太子少保 李刚 太子三师 是很高的荣誉啊 而且 负责 太子的事务 非德高望重者不可呀 太子少师 是教太子读书的 这样吧 就把 太子少保 升为 太子少师 李刚 李刚 好 这个人哪 学问 品德 都是第一 武德年间 严太子的时候 他就是少保 朕做太子的时候 他做朕的少师 好 他做太子少师 再合适不过了 我看 御史大夫 做太子的少父 你看啊 他对别人的要求 挑剔 唯恐不够苛刻 少父 管理 规劝太子的行为 只有他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李将军 李将军 御史大夫 弹劾了你一次 你是耿耿于怀吗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这样吧 免去他的御史大夫 让他做 太子少夫 不过 托六尺之孤 继百里之命 古人做起来难 少师做起来就不难了 今后太子读书的事 就摆脱少师了 陪太子读书是历来的难事 太子不好好读书 少师可以打 那我就不向陛下讨手翅了 要打我也打不动啊 顶多是劝一劝 我的牙齿也剩得不多了 所以也劝说不清楚了 重要的事情 少师还是要上朝啊 我已经赐给少师布语 可以直接到朝堂 去东宫 少师也是乘坐布语吧 太子听证的时候 少师和左仆业和太子坐在一起 随时纠正太子的错误 你败过诗了 这是人生的大事 诗就如同父亲 他对你的规券和惩罚 就就像我对你的规券和惩罚一样 我知道 遵旨 这件事的确是被夸大了 这件事的确是被夸大了 看来魏征没有让我失望 可是臣以为 事情并不像奏章中说得那么严重 不过 尚书佑成结党一事 也并非凭空捏造 既然有人告了 尚书佑成也该检点自己的行为才是 你去告诉魏征 就是我说的 他整天给我上见 规券我的行为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 损害了他十全十美的形象 让我怎么幸福他 还有 今后让他做事藏着点 别让我发现 是 陛下 我这 有日子没见你了 最近 这又做了一些什么 对不起天下的事了吗 别的没什么 只是前日 陛下让人传话给我 说什么 以后做什么事 藏着点 别再让发现之类的话 嗯 这话是我说的 怎么了 臣以为此言大为不是 怎么又不是了 臣以为君和臣应当以同样的戒律 约束自己的行为 没听说过把公道放在一边 做起事来还藏藏耶耶的 要是君王臣子都这么做的话 那天下人的命运 真叫危险喽 嗯 也对 朕现在想起来 也后悔说那些话 是啊 谁在背后 都不能做那些违背公道的事 臣以身许国 按公道行事 不敢有任何欺骗 隐瞒的行为 才对得起良心 我再次提醒陛下 但愿陛下 把我当作良臣 不要只当我是忠臣 良臣 忠臣 这话朕挺熟悉 上次你跟朕说过 不过说得太简单 你能不能 再给朕讲讲 什么是忠臣 什么是良臣 良臣 责主而是 然后竭尽所能 身或美名 子孙传世 而忠臣呢 他只知道和君王同声共气 他的命运和君王紧紧联系在一起 等若君主遭难 忠臣就落得个无家无国的下场 空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分 两者相差甚远 陛下不可混淆 说得好 陛下没别的事 臣就告退了 忠已居增子池 紫月先王有志得有道 以训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辱之之乎 曾子必行悦 残不民 干嘛呢 看什么呢你 接着来 紫月 夫孝得知本念 叫之所由生命 夫作 无语如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把这拿过来 那后面是什么 给不给我 具 preferred 我的 适当 听伤 我们 担长 Panel 我们 我们 我说这米怎么这么便宜啊 我记得贞观元年的时候 这个关中的一斗米 要卖一匹捐的钱哪 陛下 陛下 我记得是贞观二年 闹 闹蝗灾 贞观三年呢 闹水灾 百姓都四处讨饭去了 但是没有怨言 那是因为陛下 陛下勤政爱民 喝酒 今年大丰收 粮食都不值钱了 那是全因为有了陛下 喝酒 来 喝酒 真观之初 风德仪尚书说 说 皇帝应该独运威权 你呀 就不应该伪知臣相 还说 朕要威武 争讨四夷 只有幼城 他劝我 言武修文 要文治 现在看来 这里边有幼城的功劳啊 只是啊 风德仪看不见了 这都是陛下的威德 我没有出什么力 有 幼城 你能够称职 这就不是朕一个人的功劳啊 陛下 我这又要扫兴啊 米 眉斗只值三四钱 未必是好事啊 古剑伤农啊 古剑怎么能伤农呢 陛下 天下的田母呢 拾母坏田的收成 算作一母好田的收成 所以呢 朝廷每年是以古计算 不是以母计算 一户百姓的地有多有少 有好有坏 但是古的收成呢 历年都差不多的 比如去年一斗股值十钱 今年呢 一斗股只值三钱 那么一斗股不是 就少了七钱吗 谁还愿意种田呢 真观初年 劝农丧 这是因为大乱之后 要百姓安心种地 这叫因时制宜啊 现在收成大好 劝农丧 那就是只许农民种股 不许农民种其他的东西 古剑伤农 若不伤农 就是要百姓 种些值钱的东西 等来年股价上涨 百姓自然会去种股 这也是因时制宜啊 我经历了马上打天下 马下治天下 甚至百姓是水 潮廷是舟 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啊 陛下的意思 周朝的荀子就说过 陛下典故用得好啊 好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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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众位 朕问你们 到底是打天下容易呢 还是治天下容易呢 当初军雄逐鹿 每一个地方 都要攻破了 才算是胜利 无一 不是硬仗 不是恶仗 所以说呀 打天下难难 不过 王者之心哪 一定是成天下大乱 君王昏溃衰弱 天命已然要转了 可得了天下之后呢 容易骄傲 沉迷安逸 百姓这个时候需要安定 而得天下者呢 反而增加姚役 得天下者很难免 明白 这么一来 国力又开始衰退了 我以为治天下难 玄陵 随朕打天下 百死一生啊 甚至打天下不易 不过 华尝呢 祝我治天下 本明白 富贵则骄 骄 骄则戴 戴 戴则王 的道理 现在想起来 打天下 真的很难 不过 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 治天下 诸位啊 你们执政要多想想 治天下不义 一定要谨慎哪 礼部尚书 请择二月即日为太子加冕 二月是春耕大芒啊 朕该还是改在十月吧 十月农闲 陛下 根据阴阳书来看 还是应该二月 吉凶这种事 依朕看还是在人 动不动就依阴阳 不顾实情 怎么会急呢 真观就是证 遵循证就会急 农师最急 急不可施 一年大计在于春嘛 大历长 臣在 李浩德这个案子 你办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 李浩德只是身染狂急 并无罪过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臣以为不应该给他加罪 今天怎么样 想不想做我下一局 总算来人了 皇帝算什么 不过是一劫马夫啊 我也能做的 我就是皇帝 我就是皇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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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该怎么不用犯了 今天就算了 我知道了 收拾回来 我就是皇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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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这个案子 朕已经交给你办了 你以前办案 朕见过 你办案的能力 朕放心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谢陛下 陛下且慢 大理城办事一向宫允 可这一次却有点特殊 怎么特殊 大理城多年居于向州 于向州刺使李厚德 交情深厚 而这李厚德 正是李厚德的弟弟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为什么不让报 陛下 我与李厚德有私交是真 可李厚德身染狂级 也是事实啊 陛下不可以因为 我与李厚德有私交 而冤枉了李厚德 张韵国 朕一向以为 你秉公执法 不寻私情 你太让朕失望了 我看 那李厚德的狂级 倒像是装的 要不然 大理城怎么还常常 去找到下棋呢 陛下 李厚德的病是真的 你还敢躺护的 你也太猖狂了 把他拉到东西斩了 冤枉啊陛下 李厚德我冤枉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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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啊 你给朕闭嘴 陛下 你给朕闭嘴 陛下 我真的冤枉啊 他有病啊陛下 我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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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 是不是觉得 朕做错了 张允古这个人 他的功允是出了名的 这件事 这 这件事恐怕 不是他故意袒护啊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 为什么 我 现在人都死了 你用来品评 朕要你有什么用 开灵 记住 今后凡是朕下旨斩首 哪怕是立即执行的 你们都要上奏复义三次 是陛下 任命关天 人死不能复活啊 一定要慎之忧慎 在上不骄 高而不报 皆知谨渡 瞒而不易 高而不报 虽常守贵也 瞒而不易 所以常守贵也 你 你在干什么呢 听着 高而不报 所以常守贵也 瞒而不易 所以常守贵也 将来要当皇帝 这么不用功行吗 听好啊 富贵不离其身 然后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民人 那 就是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们的都带来了吗 殿下等好 我们马上去哪儿 跪下 是是是是 让我等你们 找死啊 恕罪恕罪 我们陪殿下到那边去 你看怎么样啊 过来啊 是是是 是是是 见下 好 好 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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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med 好 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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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哼 哼 哼 可以 太子列下 太子列下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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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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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你是真正的太子了 我高兴了 就像母亲所说的那样 你告诉母亲 还怕不怕 不怕了 一点都不怕了 母亲就知道你是最好最好的太子 以前我总认为 做了太子就会失去很多自由 得承受 成人不必承受的痛苦 我后来才发现 做太子 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 他可以享受 很多别人享受不了的特权 比起这些 比起这些 做太子所要失去的一些东西 那真是微不足道了 好儿子 好儿子 这些特权 你可千万不要肆意妄为啊 母亲 您放心吧 我知道其中的分寸 我是东西 你们几个 把他追回来 是 是 拜见母后 太子殿下 来 坐过来吧 大哥 虽然一直都是太子 这家园子 这家园以后 确实还是不一样 是吗 有什么不一样 呃 我们倒没觉得什么不一样 是你自己觉得不太一样了吧 您觉得那母后 都挺好的 别怕 别怕了 我倒是看着制奴 不大一样了 别怕了 慢点儿 小心摔着 听话 快 过来 过来 小孩子这个年纪 几天不见 就不一样了 好啊 你们都长大了 母后老了 好 怎么又提起风扇的事了 陛下的功德 天下人有目共睹 是到风扇的时候了 时不可施 天不可为呀 现在风扇 陈党认为 已经算晚了 你们哪 都以为 风扇是帝王的盛事 真不这样看 如果天下太平 家企人族 即使不风扇 有什么不完满吗 以前秦始皇风扇 汉文帝不风扇 怎么 难道后来人 有觉得 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 风扇 表示的是君王的功绩 而君王之所以有功绩 正是因为他 正是因为他 治理天下的结果 陛下 陛下 臣以为不可 你不同意风扇 你不同意风扇 因为 朕的功不高 陛下当然功高 得不厚 陛下当然得厚 华夏不安定 华夏当然安定 死已不宾符 死已当然宾符 五谷不够风扇 五谷当然风扇 福瑞未知 福瑞 当然有福瑞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陛下 虽然有陛下说的 以上六点 但毕竟我们所承受的是 随莫大乱之后 人丁户口还没有恢复 苍领还有些空虚 而风扇呢 必然车架东旬 千成万起 沿途供应的 朝天花费的 都不是容易承担的呀 谁想做一次风扇 就算是不收赋税 也抵偿不了百姓的牢口 那么 与其崇尚风扇的虚名 而得到实际的害处 陛下为什么要风扇呢 臣与幼城同意 臣以为至天下 当做事简简 少收赋税 还要以身作则 前不久陛下曾下诏 要整治洛阳宫前阳殿 还要亲自到洛阳去 人力物力争调频繁 百姓会有怨气 所以图木之宫不宜善动啊 现在我大唐的名利还不比隋朝 臣恐怕陛下之过会甚于隋阳帝呀 你 你说朕不如隋阳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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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